这个男孩抱着球往前跑 他开心地转过身大笑 结果发现爸爸竟然趴在草坪上 一动也不动 男孩慌了神 他缓缓走近 伸手去扶 肚子上大片的血迹顿时让男孩惊恐无比 而狙击镜头跳转以后 竟然描上了另一名路人的肚子 连环道路枪击事件 很快传到了FBI总部 原来这名狙击手已经先后射击了六个路人 其中有一个人更是医治无效死亡 而老盖等人掌握的证据也非常的少 要知道狙杀者采用了碎裂效果的弹丸 若没有取得完整子弹 那么便无法进行弹道测试 并且活下来的受害者们 也都表示什么都没有看见 而唯一的完整弹头 还卡在一名受害者的脊椎当中 这也是本案唯一的线索 但是若动手术取出这枚弹头 受害者将可能终身痰瘫 不动手术也许还能走两步 众人都感到了棘手 老盖等人前往附近医院看受害者 结果意外撞见两名外科医生 在会议室里矫径 院长简单介绍了两拨人 老盖和地中海医生握了握手 可当他打算和卷毛医生握手的时候 卷毛竟然相当傲娇的拒绝了 老盖有点懵 现在的外科医生都这么傲气的吗 地中海指出 那枚完整的弹头 却卡在受害者的14与15节的脊椎当中 任何移动都可能使受害者瘫痪 但卷毛冷笑着反驳 他认为像他这种极致的外科医生 可以轻松把弹头取出来 而弹头对于犯罪心理分析尤为重要 有了弹头老盖就可以做弹道对比 从而可以了解武器的型号 进而锁定狙杀者所使用的特定武器型号 见弹头作用这么大 院长只好询问卷毛有把握动手术吗 结果卷毛相当自信的就给答应了下来 随后老盖和两位美女继续办公 小美忽然意识到 狙杀者总是在2点55分到3点15分之间动手开枪 老盖解释 这段时间警察正好交接班 所以狙杀者有没有可能是警察呢 这时 卷毛走了进来相当嚣张的举起那枚弹头 然后随意的丢到这面上 他竟然真的完成了手术 众人虽然不爽他的态度 但是卷毛毕竟确实牛 他们只能乖乖闭嘴 另一边 小杀和小黑在案发地点侦查 他们发现狙杀者提前踩过点 并且留下了标记 再配合子弹 使用的是M4者M16步枪 这足以说明狙杀者是一个拥有专业素质的狙击手 而且这些推测也表示 狙杀者确实可能是一名警察 这对情侣正在用餐 女人忽然感觉不适应 她呼吸急促起来 等她起身 肚子上竟然有一个流血的枪口 忽然 枪声惊现 数个路人被无辜射击 原来 这里出现了连环狙杀者 狙杀者已经连续射伤了九名受害人 老盖等人火速赶了过来 却发现当地警察越权出面处理 要知道 根据老盖的分析 狙杀者极有可能是警察内部的人士 所以这些人里面或许就有凶手 众人一起前往警署 小晒进行了犯罪测血 判断狙杀者是30到40岁左右的老兵 有一辆用于射击的轿车 并且狙杀者是个自恋的妄想狂 以自己为中心 从来不在乎他人感受 没有朋友 经常更换工作 他通过射击路人来证明自己的优秀 小晒认为狙杀者可能是一名警察 这惹的警察们非常不开心 警员小马更是直接出言不逊 随后 小晒找到警署署长 希望进行犯罪还原 好在署长通情打理 接受了这个提议 于是众人来到公园模拟狙杀者的行为 柯西进展非常缓慢 这时 电视上竟然播送了狙杀者的新闻 主持人笃定的说 狙杀者就是当地警察 这可把署长气炸了 但却也给了老盖等人心的线索 因为主持人就在附近拍摄 所以大家迅速找了过去 要求确认主持人的信息来源 主持人表示拒绝 随后 老盖直接将他靠起来了 一番和谐探讨之下 主持人坦白了给他泄露消息的手机号码 之后的活自然交给了电脑妹 一番搜索 电脑妹发现这通电话 是在警署旁边的面包房打出来的 并且锁定了手机的位置就在公园 众人大惊失色 狙杀者竟然就在自己附近 随后 电脑妹发现手机主人叫小马 这可把局长给吓坏了 他说小马就是那个混蛋 就是此时扮演狙杀者的警察 万万没想到 蹲在车后备箱里的警员 竟然有可能是连续枪杀案的凶手 署长得知消息后 暴跳如雷 立刻着急重装小队要灭了小马 只见小队缓缓凑进轿车 一人丢下烟雾弹 车内的小马咳嗽不已 之后署长亲自出面 小马只得丢了武器束手投降 等他从车内出来 瞬间就被小队制服 但押送的时候 一抢爆头 小马就这样死了 这说明狙杀者另有几人 而此时狙杀者收了武器 从容的把车牌挡了上去 迷雾重重 这让老盖也难以下手 通过半径活动范围锁定法 大家发现犯罪现场 以两个独立地点作为原心 而这两个地点都是医院 老盖顿时锁定了 当初那个嚣张的卷毛医生 一番调查后 他们发现卷毛当过兵 并且最近刚被免去了 首席外科医师的职位 因此卷毛涉上路人的动机 可能就是为了救治对方 并且借此来帮助自己生殖加薪 随后老盖找上了卷毛 然而卷毛依旧嚣张无比 并且卷毛一眼就判断出 老盖在怀疑自己 面对数名FBI大神 卷毛丝毫不慌 甚至扬言说他就是病人的神明 并且他还有着老不可破的不在场证明 而给他证明的女医生帕特 正在急救处当班 老盖疲惫地从房间里走出来 他还是头一回碰见卷毛这样的杀雕货色 但是老盖也判断出 卷毛不是狙杀者 另一边 小帅与博士去急救处找帕特的医生 小帅逃出证件询问 而面前的男护士却显得慌张无比 这男护士迟迟没有回来 小帅让博士出去找找 但却被突然持枪杀出来的男护士给干趴下了 原来先前那个神色慌张的男护士就是狙杀者 狙杀者误以为自己被警察包围了 于是打坏供电线并且抓了保安做人质 小帅为了保护人质只能放下手枪 随后狙杀者要求博士把枪拿出来 结果博士是个菜鸟根本不带枪的 然后狙杀者拆遣保安将他们的手腕锁住 等保安退回来身边的时候 他反手一拳将保安打晕 似乎是区别对待 狙杀者命令博士跪下反而让小帅坐下 这时狙杀者嘲讽博士这个FBI连枪都没有 博士吱吱吱好在小帅及时解围 一番嘴炮过后小帅把狙杀者哄得很开心 另一边老盖成功的劝下署长晚一点在行动 因为他坚信小帅和博士能反杀狙杀者 急救处小帅配合狙杀者一起嘲讽博士 他说自己反正活不了了 希望狙杀者可以允许他暴走博士 博士一脸无辜的小表情 他叫谁惹谁了吗 狙杀者笑着答应了 随后小帅冲着博士就是一顿包揣 等殴打结束 狙杀者这才惊恐的发现 小帅腿脖子上竟然挂着枪套 就在狙杀者抬枪的时候 博士及时转身开枪爆头 罪恶又一次被消灭了 原来小帅出门总带着两把枪 刚才他故意踢揣博士 就是希望对方可以拿走枪进行反杀 事后小帅夸赞博士枪法不错 结果博士说他当时在描腿来着 看来他随缘的枪法是没救了 就这样在老盖的带领下 小队又一次维护了世界和平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剧情 请持续关注我 解锁更多悬案 喂 说的就是你 看完不点下关注再走吗 你确定 那至少留条评论吧